小猪吹女生也很厉害来看一下 小猪罗志祥举办第十张国语专辑 狮死吼台北预购签唱会 新专辑预购开跑短短四天 已达六万张好成绩 罗志祥更乘坐金狮火焰已于三层楼高处缓缓降下 率领六位舞者唱跳新歌爱头罗网 这回为了新歌小猪特别花费巨丝 请来国际巨星Beyonce御用大师编舞 为他打造爱头罗网的专属狮王求爱舞 其中摇摆扭屁股等动作超sexy 让小猪笑车能够吹桃花让恋爱更旺 舞蹈特别 它是这一次的舞蹈是比较简单 但是难的是在感觉 就是那个表情 还有一些肢体的动作 就是侧身的那个感觉 那个做的要可能要练习一下下 那个是我编的 那个就没有练习 你就说下半身就好了 你就说下体 你蛮特别的你的行动方法 没有错 不会害羞啊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表演啊 所以不会害羞 虽然找来大师来台编舞 但小猪也透露副歌部分是自己为女主角编的 至于女主角是何方神圣 她则大卖官司表示 要等到下个礼拜MV首播就知道为什么了 暗示一下 暗示一下线索 暗示有些秘密老师表示 小猪事业将走下坡 但专辑一推出 谣言似乎不攻自破 小猪自己也说 相信自己比较重要 要努力才会成功 基本上我一直常表达一个就是 我比较不太相信这一些 我比较相信自己 我相信只要靠你自己去努力 应该都会有一个很好的成绩 就比方说算命跟你讲说 你以后会飞黄腾打 但是你如果整天在家里不出去工作 那个打应该打不出来吧 谈到新专辑诗词后 这次小猪还贡献出了五首词曲创作 而他更表示自己除了是狮子座外 个性也很狮子 非常冲 我私底下真的像狮子 因为个性的关系吧 有时候比较暴冲啊暴怒啊 但是有时候又蛮大男人的 个性比较冲 有的时候以前真的比较好 黄一范脸心也越来越很像狮子报道 小猪这么努力这么拼 正所谓天道仇情 相信一定不会影响自己的事业 一直加油好下去